一名哈马斯官员日前透露,他们已接受中国提出的巴勒斯坦克派和解的邀请,阿拉伯新闻,则称,哈马斯和法塔赫的代表将在北京举行会晤,以讨论双方的和解问题消息传出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到北京,很难说这是一个巧合,大家好,欢迎订阅妙文史。 还是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网站放出了王毅外长接受卡塔尔半岛新闻网书面采访的全文,其中提到坚定支持,推动巴勒斯坦各派别,通过对话实现内部和解,巴勒斯坦内部长期存在着两股对立的势力,分别是主张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巴以冲突的法塔赫,及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主张以暴制暴来解决问题的哈马斯,也就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除了法塔赫与哈马斯,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比如吉哈德,阿克萨烈士旅等等,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法塔赫曾经是相当进步的抵抗力量,也曾是巴勒斯坦内部最强大的派别,但在传奇人物阿拉法特死后,法塔赫在政治上陷入了极端的堕落,一边拿着美国和欧盟的资金援助,一边放任以色列对约旦和西岸的军事管制和领土蚕食,目前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仅占整个约旦和西岸的18%,而且被以色列军队, 分割成了176个单独的区域,互不相连,而且大部分都在贫瘠的山区,每一个区域都只有少量固定的出入口,而且以色列还在入口处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监控所有人。 这些区域的物资和水电,也被以色列所监控,可以说,虽然法塔赫还叫做巴基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是超过140个国家承认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但他们现在基本上相当于拿钱替人看门的伪军,新一轮加沙冲突爆发后,法塔赫基本上处于坐视不理的状态,只是呼吁尽快停火,至于哈马斯,相信大家这几个月来通过新闻都很清楚了, 实际上,在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就赢得了多数席位,而那次选举当时也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次公平公正的选举,哈马斯赢得选举后,西方本想像资助法塔赫那样继续资助哈马斯,但结果被后者拒绝,随后,在西方的支持下,法塔赫等派别拒绝加入新政府,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因此不断发酵,并导致2007年的加沙战争爆发,而战争的结果是,哈马斯完全控制了加沙战争, 而法塔赫则保留了在约旦河西岸的地盘,并继续主导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06年的选举结果,其实已经足够反映出问题了,假设现在巴勒斯坦在举行一次大选,哈马斯基本上必赢,因此现在的情况就是,法塔赫有名无实,权力完全空心化,而哈马斯有失无名,被许多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局面,自然是不利于巴勒斯坦的建国的,内部都无法拒绝, 而中方这次要做的,就是为双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推动双方和解,巴基斯坦危难当前,如果双方再不和解,那么受苦的就只有巴勒斯坦人自己, 实际上,法塔赫与哈马斯不是没有尝试过和解,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2011年,在埃及的斡旋下,法塔赫与哈马斯曾达成开罗协议,同意组建联合政府,随后在2012年,2014年,2017年,2020年以及2022年,双方围绕组建联合政府一事,签署了多项协议,但最终均无疾而终,去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 所有和解进程均被冻结,对此,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反对双方和解, 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也不止一次地承认,以色列给法塔赫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客观来说,从巴勒斯坦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方向来看, 法塔赫的路线应该是错误的,约旦和西岸人民被圈养的命运,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而哈马斯主张的以暴制暴, 从目前来看,也难以解决问题中方要做的,不仅是要让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和解, 更是要找出一个能够有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路线,这些工作难度都相当大,刚才也提到了,这些多年过去了。 双方签了这么多协议,但和解工作迟迟无法完成,而中方成为调解人就有一点好, 那就是能够尽可能让法塔赫避免受到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之前不论是埃及还是沙特做调解人, 力度都不够,美国和以色列稍加用力,和解就搞不下去了,但在中方这边, 法塔赫要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去年三月,在中方的调解下,沙特和伊朗达成了和解, 希望这次法塔赫与哈马斯也能在中方的调解下,在和解的问题上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目前的巴勒斯坦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即法塔赫, 他们现在实际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的保留地区,也是国际上被更普遍承认的巴勒斯坦代表, 其中也包括中国,而他们的领导人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阿巴斯, 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阿巴斯还来了一趟中国,中方将其称为巴勒斯坦总统, 另一派则是在去年十月份因主动突袭以色列,而再次进入外界视野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也就是哈马斯,他们主要控制着加沙地带,这里也是本轮巴以冲突的主战场, 哈马斯明面上的高级领导人是哈尼亚,平时常驻卡塔尔,也负责对外工作, 虽然法塔赫和哈马斯都是巴勒斯坦一方的,但他们之间其实并不对付, 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法塔赫更支持用外交手段去解决问题, 而哈马斯则认为需要用暴力抗争夺回土地, 当然,他们背后的利益冲突也不容忽视,毕竟双方都形成了组织和规模, 谁都想代表整个巴勒斯坦,从结果来看,承认法塔赫的国家是主流, 但他们也管不到哈马斯那边,另外在巴勒斯坦内部, 支持哈马斯的人也不在少数,毕竟面对被压迫的生存空间, 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想正面抗争, 这也就使得巴勒斯坦这边事实上有两个政权, 本轮巴以冲突,主要发生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 而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也有着强烈的分歧, 法塔赫内部有声音认为, 哈马斯想靠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 为法塔赫争取国际支持以及和平谈判带来了负面影响, 然而哈马斯则认为,法塔赫的做法没有意义, 只有军事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而在2006年的加沙大选中, 法塔赫被哈马斯击败,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 哈马斯也能算是加沙地带的合法政权, 随后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爆发了血腥冲突, 结果是后者的势力完全退出加沙, 而本轮爆发的巴以冲突, 则进一步激化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在冲突发生后,阿巴斯曾强调, 法塔赫才是巴勒斯坦唯一的代表, 哈马斯的做法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这个言论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正义, 毕竟在怎么说? 法塔赫和哈马斯都有共同的敌人, 阿巴斯这番话, 由给有军背后捅刀子的嫌疑, 巴勒斯坦方面随后删除了相关报道, 也算是佐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 法塔赫近日还指责哈马斯, 认为后者贸然的行动, 已经让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带的许多区域, 导致法塔赫被迫参与和以色列的谈判, 法塔赫还给出了一个很不同寻常的说法, 那就是哈马斯正在寻求成为法塔赫的一部分, 目的是自保, 毫无疑问, 在生死存亡的背景下, 巴勒斯坦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势必会导致加沙地带的局势更加艰难,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国主动给两方发取邀请函的举动, 无疑是更加意义重大, 要知道, 中方比较认可的是法塔赫, 对于哈马斯, 中方虽然保持一定接触, 但明显能感决出两边话不投机, 基本上处于一个相互尊重但保持距离的情况, 中方现在邀请法塔赫和哈马斯来北京和谈, 原因无他, 现在的巴以局势已经到了临界点, 最新消息显示,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已经批准进攻拉法口岸, 以军地面部队也已经开始行动, 如果拉法口岸被以色列打下来, 一是势必会引起加沙地带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二是可能让加沙地带彻底落入以色列的手中, 而且在近日, 巴勒斯坦再次申请正式加入联合国, 虽然从结果来看是被美国一票否决, 但国际社会的态度已经足够明确, 美国在这件事情上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越是在这种关头, 巴勒斯坦内部越是要保持团结, 至少不能出现相互捅刀的情况, 中方邀请法塔赫和哈马斯来北京和谈, 就是靠着中国的影响力, 给双方尽可能创造一个便于谈判的环境, 以促成双方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这同时也意味着, 针对巴勒斯坦问题, 中方已经开始集中发力了, 应该说, 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毕竟有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在前, 但我们也需要保持平常信赖, 因为解决这种复杂问题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步一个脚印才是正确态度, 另外, 本次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那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北京, 要知道, 巴以冲突之所以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美国是功不可没, 如今的美国不仅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还受到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广泛敌意, 推动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谈, 是美国做不到的事情, 但中国却做到了, 见此情形, 不知道布林肯又会作何感想?